我要講的 我再講一次 这是非常权威的消息 第一个 不要低估或错估莫迪的决心 印度出兵到洞朗 是一个重大战略的决定 而且是有益的 是故意的 不是不小心 不是印度阿三不懂事 那么他的先发制人 其实是有他重大的战略意义 不会让中国发动一个 局部性的战争 印度是求战的 不是卫战的 他希望打仗 一旦打起来 就要发动全面性的大的战争 那么你发动了以后 印度有很多的考量 没有错 但是中国大陆没有很多的考量吗 那你的一带一路从此报销 印度的目的就达成了 那你中国大陆所保证的 和平崛起的进程 就被彻底打乱 周一到周五 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 挖多深